1月7日,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一期电机仪式在上海临港两港西大道正加入路口交界处的特斯拉项目现场举行 特斯拉CEO埃罗马斯克与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英勇等相关领导出现了当天的仪式 作为上海有史以来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的一期生产规模为25万辆纯电动整车 包括Model 3等系列车型 按照规划,这座超级工厂将即研发、制造、销售等功能于一体 全部建成运营后,年产能将达50万辆全电动整车 特斯拉CEO埃罗马斯克在当天的仪式上显得格外激动 称经过4年的规划,特斯拉终于在全球最大汽车市场有了自己的工厂 他期待有更多优秀人才能加入其中 让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成为全球制造行业的一个典范 我们要求我们的最最最最最高的功能在中国 参加上海超级工厂 我也是想要有没有有差价的 有约的几方法 一天我们可以参加上海超级工厂成员 在海超级工厂成员 选择可能会有我的工作一天 我们要求我们的最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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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的联名 帮助我们参加一个核心工厂成为世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